好,DVD可以看得到 好,那Daddy妈咪会问 我的孩子啊,今年六年级毕业生活中 那么英文课要怎么衔接 老师,那已经有那个全名英俭初级班了 全名英俭初级 我的孩子,那符不符合这个程度可以去考试呢 今天晚上就是一次为Daddy妈咪解答 好,那么今天晚上WRYG全名英俭初级班 Wow, reach your goal 这是长颈录美语 专门为要准备全名英俭考试的孩子而设计的一个课程 那么基本上就是要上英俭班了 那也要同时搭配KK音标学习的课程 目前课本书本在这边 KK音标 好,那么一步关门来 什么是KK音标? 看得到下一张PPT吗? OK吗? OK? No problem 什么是KK音标? 为什么升国中之后要学KK音标 OK好,那么其实孩子在小一小二就开始学美语 开始在这边打下了美语基础 那么一直到六年级升国中 到国中之后 那其实基本上 KK音标是一定要学会的 它就好像一组中文的标点符号 就像一组中文的这个注音 要去学 OK,要去学 主要的目的呢 是方便孩子们呢 可以去查字典 查得到这个 这个英文单字 他正确的发音是什么 他就可以去看那一系列的音标 而且顺便也知道 他的重音 他的轻音 摆在哪里 都可以去看得到 那事实上呢 在Teacher Yan来这边 儿童美语 我经营了这么多年 其实真的得到很多家长的回馈 说还好 有先 生活中之前 有先学KK音标 因为比如说 某一所国中上学之后 老师开始教英文 老师就没有再加英标了 你们这些以前都学过了吧 都学过了 那么在补习班 补习班 生活中之前 就是暑假的时候 建议孩子开始学 可是也不能太早学 太早学其实孩子 低年级的孩子 低重的孩子 会比较容易呢 会混淆 学了个字母 他都搞不懂 还要背一堆音标 背一堆音标 对不对 OK 因此呢 介绍天音标之前 先让家长了解 Phonemic Orthography Phonemic Orthography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英文呢 它是文字系统 也就是它有很多不同的字数结合在一起 意思就是说 其实你可以去用猜字的方式 去试着把这个英文字拼出来 英文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文字系统 Phonemic Orthography 好 那么这是一个符号的意思 好 比如说是这样子 OK 这个是Phonics 我们在第一年级的时候 叫孩子去了解这个Phonics的规则 比如说我们来看 Ai第一个 第一个最左上角 Ai怎么念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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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右下角 这边X怎么发 XXX 对不对 因此呢 孩子在最开始的时候 他在学这个Phonics 在学听音拼字 他先学Phonics 先学Phonics OK 而不是硬塞给他一堆很多的什么音标的符号 OK 那么孩子就会产生 就是对学习的排斥感 是不是呢 OK 好 那么也因此呢 孩子学会了听音拼字会拆字 他就会有一个 大脑就会有一个很厉害的功能 他就会自己去产生一个拆解 而且他会create new word create new word 比如说 嘿 老师教他P-O-T P-O-T P-O-T 对不对 孩子 请问我们是这样学的呢 孩子一定要在现场哦 这样子才会好玩 哎 大姐妈妈也可以一起玩哦 OK 好 P-O-T OK P-AP T-AP É 那tap呢? tap pick是什么? tip 给点提示或者给小费 tap and net 就是这样create new words create new words 这些拆出来的单字 有时候孩子猜出来没有意思 我猜的这边都有意思 Net 就是什么民主主义字 мат 那也因此呢 在刚开始学fun�的时候 老师都有教孩子 ех i 圣 no No, because it is the ending sound 它是尾音 So we say 嗯,嗯, 嗨, 耶, 嗯, 琴 Very good 为什么孩子知道 因为他从一开始学的是 Phonics 老师教他 嗨, 耶, 琴 因此呢 嗚, 咻, 咻 哦, 我可以这样子猜一件 OK, everybody let's say 一 嗯, 嗨, 英 琴 Yes, one inch, two inches 一寸两寸的寸, OK Very good, OK, can you try again Can you try again,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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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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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everybody very good okay so student if you see E at the back of the word the E is silent sound sh so in this case that the quiza I is a long sound long sound night night everybody say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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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good okay 我们试着去听carish字典的发音 okay 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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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等一下 他说什么nish 不是nish oh my god 好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这样 这时候要跟daddy妈咪解释 虽然孩子从最初阶的时候 他学的是funic系统 但是只能够运用在一些比较简单的funic rules 可是随着孩子他的年纪的增长 他的长度 从level 1 level 2 level 3 单字量越来越多的时候 他开始产生了很多很多的单字 其实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用funic rules去拆解的 对 所以因此呢 要不要学可以预标 所以KK音标呢 它是用来辅助孩子去认识 比较难发音的单字 因为funics其实太多太多的 不规则的一些单字了 没有办法用funics 举个更简单的例子 我爱你怎么说 我爱你怎么说 I 对 I love you love怎么拼 L O V E L O V E 孩子如果你学funics 如果你学funics 你试着用funics去拼 L O V E Love I love you 你在说什么 因为love这个字是由拉丁文演变成英文单字 所以你看英文单字其实也有很多 不是英文原型单字 他是从别的国家演变而成的 来我们来看CH Everybody CH CH 干 milj式叫什么 esin natuurlijk burnt chicken ok 但是厨师叫什么 chef No we say chef 这时候的ch怎么发 它是发sh sh 是发sh的这个部分 是源自于法文 Hi Teacher Michelle Hi Teacher Michelle Teacher Michelle is M-I-C-H-E-L-L-E 我们会叫Michelle No 原 Teacher Michelle是法文来的 好漂亮的名字 还有最后一个ch 发什么 不是sh 也不是sh 它是发k so we saychemical chemical 就是化学的语诗 yeah that's it ok 那么你看 我们在第一年级中 不会出现这种字 对不对 我们越学越多单字的时候 真的已经没有办法 再用发你去拆解了 所以学KK英镖 真的真的很重要 因为KK英镖 会告诉你 它的重音在哪里 它的轻音在哪里 photography photography ok 好 因此啊 这时候家长的孩子 你会继续的会发现孩子学越多单字的时候 也会接触到很多非英文的英文单字 比如说 cafei 它是来自于法文 kindergarten 它是来自于德文 patio ok 我试试看一下 它是来自西班牙 perante perante 是来自于where where 来自于哪里 有没有人知道 还有karake 来自于哪里 是来自于日本 yeah that's right so we should learn kk phonetic ok 我们真的很需要学kk音标 它是用来弥呼很多发音规则上的固主 ok 以前都是比如说单音节啊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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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这么简单 但是越学越深的单字的时候 真的我们一定要用kk k 来弥补我们发音上的固主 而且让我们找到更正确的发音 好更正确的发音 非常重要 ok 所以其实我们从初阶就开始打下 funest的基础 那么很多讲 听完答案的一长长串子会觉得 好啊 那我小时候学funest 不是浪费时间吗 绝对没有 好千万不要这样子想 其实越早接触funest 就可以让孩子越早趁早练习 拼字阅读能力 比如说现场的孩子们 像Coco 诶诶 Vanessa进来了 那对你们的品质这个部分 相当的很有很有帮助 对不对 很有帮助 这是因为你们在从一开始接触的 打下了这个funest基础 ok 好 那请我不要觉得说 刚开始学funest 是浪费时间 播放一个影片 证明给大家看 ok 越早学funest 它的功能在哪里 ok 好 怎么样 된 董 Χ 炯 我们 吃 уем 我们 啊啊啊 啊啊 哇 你看這個孩子 他幾歲 Only two years old He can use Spanish to spell the word very well 所以真的很感激Daddy媽咪 一開始就是很棒 就讓孩子先接觸美語 训练他們拼一拼這個部分 好 因此呢 這個以上先簡單的介紹一下KK的音標 那麼KK音標的這個老師呢 就是TeacherMichelle 嗨TeacherMichelle OK大家看得到TeacherMichelle嗎 嗨 誒誒誒誒是要冰水泥 對不對 好 TeacherMichelle簡單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KK音標 一些符號 要怎麼學 別話不如說 好來 TeacherMichelle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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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应该发现 那你只能看KateMail的时候 你会知道我的发音到底是不是正在标的 还没有这样的 所以这就是每个小小的 阿姨是我们的发音 好 那对于KateMail如果有问题 我们后面还会有一个QA的时间